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机的便利使用小技巧 今天我们从锁定的画面开始 好,我们先把画面锁定 这里是需要密码进去的,我们先不进去取消 这是在锁定的画面下我们进行操作 用手指向下拉 好,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通知 用手指向下拉,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控制中心 OK,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画面锁定的情况下 如何隐藏这个通知和控制中心 首先我们来解锁我们的手机 好,大家从设定开始 设定开始 设定打开以后 找到控制中心 点开 在锁定画面中全取 把它关闭掉 在APP中全取把它关闭到 好,回来 还回到设定这里 再看到Touch ID与密码 打开 OK,我们下下那 Touch ID与密码里面有 锁定时允许使用 经历显示欢式把它关闭 通知显示欢式把它关闭 OK,设定完毕 下面我们再一次解锁 再一次锁定我们的手机 OK 好,这里我们再 先不进去取消 好,这时候你用手指向下拉 向上拉 什么都没有出现 这就提供我们使用手机的 iPhone的安全性 就是在画面没有解锁的情况下 任何人无法看到 我们手机上的任何内容 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再见